今天是一年一度的612童节,每个爸妈都想在这个节日,送给孩子一份惊喜,陪伴孩子开心过节,你还纠结该送孩子什么礼物吗? 今天,博宝君给大家推荐自本好书,他们能教会孩子希望,勇气和爱恶,请输入标题BC的水公主,定价118.8元,米套,ISPN,9787-5495-81429,作者,毕书领著,出版社,广西师班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16年6月,字数,485千字, 版字,一版一次,野树,印刷时间,2016年6月,开本,32,印刷,第一次印刷,纸张,80克书纸,包装,瓶装,套装,请输入标题ABCDEF01,这本书在讲什么? 吉吉公主的王国是一个美丽的非洲小村庄,那儿有着辽阔的天空和温暖的大地,但却缺少洁净的饮用水,每天清晨,她都会在日出前起床,跟着妈妈长途跋涉,到河边打水,她头上顶着的不是王冠,而是一个用来盛水的罐子,晚上,她和妈妈一起把水带回家, 全家人喝着煮背后干净的水,吉吉开始憧憬明天的美好生活,她梦想有一天,她生活的村庄里会有清凉的,水晶搬清澈的水,如今,瑞恩的紧基金会和乔吉巴蒂尔基金会正在共同努力,为布基纳法所带去清洁的饮用水,让吉吉的梦想变为现实。 02,这本书的作者是谁?著者,苏珊·维尔德·Susan Verdey,美国著名绘本作家,自由愿爱写作,她与彼得雷诺兹,一起创作了绘本《我爱美术馆》,并获得表不起的艺术请盟书的赞誉,之后,他们一起创作了《你和我》,对于为是和所有年龄段的完美绘本,绘者,彼得雷诺兹·Peter H. Reynolds,纽约时发唱《肖童书》作家, 茶画家,教育环媒公司《Fable Vision》的创始人,雷诺兹·德·绘本作品风格独特,富有创意,代表作点荣获克里斯托付大奖,并著有二北极新罗斯的花园,心底的琴声道多部作品,深受读者的喜爱,乔吉巴蒂尔·德·德·杨·贝蒂尔·布吉奈巴索,一高级时装模特,曾经为多位著名设计师走秀,也曾接受过包括俄罗斯版Log, Essence,L在内的多家杂志专榜,为此,乔吉成立了乔吉巴蒂尔基金会,致力于维不吉纳·法索和其他非洲国家人民,但是接近的以用水,益者,赵小华。 第三,这本书为何好看?2017年,美国图书馆协会好书奖或奖作品,本书仍把上市不到一个月,即获得美国亚马逊,九月份六到八岁年龄段最佳图书,儿童环保图书新书上榜第一名。 本书的故事是根据非洲不吉纳法索模特乔治巴蒂尔童年经历,而创作的一本,关于寻找引用水的绘本,主题深刻,情感真挚, 换起读者内心深处的善良,以及对人们的光彩图画为美浪漫,作者运用高超的艺术手法布局,既展现了壮丽的自然景观,又与团保主题完美性和,具有很强的韵律,震撼读取的心灵,语言富有诗意,自律行间充满美好的希望,让孩子感受作为家庭成员的责任感,教会孩子珍惜水资源,鼓励孩子为梦想而不断奋斗, 请输入标题BC的刘慈欣少年科广科学小说系列,定价,22元每册,110元每套,试读年龄,8到15岁,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这套书在讲什么? 刘慈欣从自己的经典作品中,学出适合少年儿童阅读的篇幕,重新调整阅读难度和故事情节,配以精美的手绘插图,使知识和少年儿童的阅读心理和接受能力, 并由著名理论物理学家李苗教授对书中设计的科学知识加以精彩讲解,对宇宙和人类冷酷的观察,对科学与道德冷静的思索,对未来与现实迫切的关注,融会了两位作者非凡的想象力和思辨力, 化作一个歌出乎意料又情理之中的科幻形结和科学妙想,让小读者不仅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科幻文学的内涵,更能了解一部分前沿的理论科学和猜想,开拓自己的视野和想象力。 第二,这套书的作者是谁? 刘慈欣,所谓获得世界科幻文堂最高奖与国奖的亚洲作家,中国科幻文学的最主要代表作家, 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发表科幻作品,曾年19次获得中国科幻银河奖,入围2014中国号书。 2015年,凭借《产品小书3T》成为亚洲首位余博奖获得者,因为对中国科幻文学的巨大贡献,于同年获得银河奖科幻工薰奖。 刘慈欣的作品《兼具科学探索》与人文光环,在世界科幻文学中,树立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幻文学样式,其翻体三部曲被认为是中国科幻文学的里程碑之作,将中国科幻画吹上了世界级的高度。 第三,这套书为什么好看? 刘慈欣是世界级科幻作家,超级影响力,联手著名理论物理学家李鸟,为孩子精心创作,少年刻画科学小说系列。 这是儿童文学市场前所为有的强强合作,树立了极高的竞争壁垒,在未来很长时间内都难以超越,无法出现跟风者。 作品融合了想象力报表的科幻故事和全维度报表的科学知识,既满足孩子的文学阅读需求,又满足家长培养孩子科学兴趣的刚需,符合家庭,学校,教育部,乃至国家战略层面,培养下一代科学人才的刚需,会成为儿童文学领域和教育领域关注的独一无二的焦点作品。 请输入标题BC的富兰克林基地远征三部曲,全三册,系列名,富兰克林基地远征三部曲,单本书名,第一部《荣誉之路》,第二部《明显北记》,第三部用式长存,住者,德克里斯地内格尔曼,套装书号,978-7-5598-0468-U,单本书号,978-7-5598-0421-1, 978-7-978-7-5998-0423-5,978-7-5998-0422-8,定价,36元每册,108元每套,全三册,装针,平装,开门,148毫米,乘210毫米,三十二分之一,印章,7.125,7.125,8.375,全三册,字数,180签字,180签字,180签字, 212签字,全三册,页数,724,全三册,策美剑,三,1845年5月,英国著名的北极探险家,十年59岁的,约翰·富兰克林爵士,寿命帅英国皇家塔陈舰艇幽名号,欲恐怖号,共有二名多名看险队员, 经过充分准备,带齐了足够三年的物资,延台务市河而下,出征北极,探险队出发的第二年,冰层解冻后,继续前进的探险队,又受困于威廉王岛,队员们陆续一起死亡,抑郁,绝望,蜀化开始笼罩整个探险队, 1847年6月,队长约翰·富兰克林三手人还,探险船在海滨中无法解脱,换血病和牵中毒,更是威胁着探险队员们的健康,食物储备也耗尽了,船长们只能无奈弃舰船,准备通步穿破极地兵员,英国海军总署,富兰克林夫人,曾多次进队照去十年已久的富兰克林探险队,在斗力失败告中,直到1850年, 还有因纽特人目击了仍在难行的幸存者,今天的西北航道依然畅通,然而,人们是否了解,170多年前在富兰、黑夜、孤独、抑郁中间苦斗争的富兰克林吉地探险队的先驱们,是否记得,在北极的茫茫冰月之下,在无尽无望的远征途中,挣扎着倒下的富兰克林吉地探险队的120多区里孩,是否知道, 为了生存,他们吃老鼠,吃靴子,顽强的与恶劣条件抗争,是否知道,他们严重鲜中毒,身旷坏血病,看着同伴一个一个倒下的孤绝之情, 这里不仅有富兰克林吉地探险队被撞掏凉的故事,更体现着探险先驱们在困境中不放弃希望,顽强拼搏的精神, 克里斯蒂·纳格尔曼,毕业于佛罗伦萨大艺术学院国边艺术绘画专业,现为德国著名插画和漫画大师,擅长以历史题材为创作内容, 这套富兰克林吉地探险三部曲,一征出版,就展过了,2016年德国青少年文学奖。 第三,这套书为什么值得推荐?2016年,德国青少年文学奖作品,德国青少年文学奖,是德国青少年儿童文学最高奖, 云瑞鼎林德格伦奖,丹麦阿图生奖一样,是青少年儿童文学领域的国际大奖,人类必须铭记的北极探险历史,在人类征服自然的过程中, 总有一些人只跟我们铭记,给我们以人生的启迪,我们不能防却历史,我们必须记住,人类是怎样发展到今天的? 书中的故事取材于《历史真实世界》,让读者在阅读中,体会我们现在生活来之不易,铭记那些为人类进步做出贡献和牺牲的闲区们, 仅以此书写给那些深屈极地的探险先驱文,中国著名极地科学探险家魏梦华感动推荐, 发表和出版有关南北极的科普文章,和科学专注最多的著名科学家, 立志专家魏梦华教授专门专体续言,让孩子从故事中深刻理解生命的意义,感悟生命的内涵,却会真爱生命。 《富兰克林》极地缘争三部曲,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书中不仅讲述了探险队的悲壮故事, 还展现了探险队员们在困厅中不放弃希望,顽强拼搏的精神, 能够使读者懂得生命的可贵,学会真爱生命,发挥自己的人生价值,努力实现生命的意义, 请输入标记BC的B书面给孩子的心灵成长书,全六册, 这份爱会在语录中成长,也会在暴风中色索,你可曾好好和顾这份爱。 本书中,作者讲述爱的故事,让你了解爱,学会爱,让心底的爱永远闪亮, 也很苦涩,恰如钻出地面的萌芽,抖落身上的泥土,方能感受到温暖的阳光。 本书中,作者讲述人生的千姿百叹,百转千回,让你迈向世界的每一步, 都能看到沿途最美丽的风景,一个分岔路口,就会通向不同的终点。 你曾迷过人生之路吗? 本书中,作者讲述不同选择可能带来的结果, 帮你分析如何顺利实现自己的目标,但并非每个人都有自信,创造自己独一无二的人生。 本书中,作者讲述如何认识自己,相信自己,在成长中建立自信,做自己人生和主人,与世界竞走。 成长,是一场雨中的奔跑,有人在雨中迷失了方向,有人则看到了雨停后的彩虹。 本书中,作者为你讲述成长的故事,带你不断跨越心灵的障碍,摆脱成长中的各种困扰和迷思。 你可曾注意到,那些平凡的,就在我们身边的朋友,那些勤恳的,无色的亲人。 本书中,作者讲述亲情对于每个人的意义,让你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学会感恩,学会拥抱身边的心情之爱。 毕竖面给孩子的心灵成长书,是华语世界甚至影响力的女作家毕竖面女神献给8到14岁孩子的心灵成长全书。 作者以充满母爱光辉的文字,丰富真切的人生经验,凑凑先飞的成长期盼,为孩子们开启一堂堂有趣而真正的心灵成长课,全书涵盖了爱,成功,人生,自信,成长和亲情的六大主题,从心灵成长的不同方面引导孩子遇到问题,勇敢面对,妥善解决成长过程中的心灵面题。 内容来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